新加坡地标滨海湾花园云雾林 在武汉肺炎疫情松绑管制措施后重新开放 第一波主打的艺术展品正是来自台湾雕塑家李光玉的同雕作品 这系列作品首度在滨海湾花园云雾林展出 16件同雕艺术与云雾林内的天然景观融为一体 犹如雕塑家的秘密花园 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代表梁国欣也到场参观 滨海湾花园代表新加坡利用高科技 以及有环境意识的这么一个景观 来搭配我们台湾的艺术家李光玉先生 国际知名的雕塑家的作品 可以说是新加坡跟台湾两个强项的结合 这个对文化交流上来讲 尤其有很大的意义 李光玉曾赴西班牙留学 作品曾受邀在2017威尼斯双年展展出 而这次在新加坡的雕塑家的秘密花园展 是希望能如同他在戏纸山区 花20年心血打造的雕塑园林工作室一样 在新加坡花园空间里展出 灵感源自他年轻留学西班牙时期 尝到法国末内花园参观所获得的启发 这个花园对我个人的意义来讲 就是我利用一个自然的材料 一个自然的山水 我创造了一个会让我们会感到非常地 极尽的一个世界 这次的展览包括思维 秋偶与无视岁月等16件大型雕塑作品 李光玉日前受访表示 希望借此反思艺术的价值 举凡天地 花园与公园 这些都是浑然天成的大自然美术馆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新加坡报导 这些是吧 我们下午前 我们下午前